大家好,今天来讲一下如何从掌纹中看人的心情是否抑郁悲伤 有句话叫相由心生 这个相不仅仅是面相,从脸上看出什么 也包括这个手相,就是掌纹嘛 试与不试看看就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掌纹嘛 中间这条被称为感情线了 生命线嘛,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 这个叫智慧线 在中国的话,古代被称为天文,地文,能文 还是按现代的人来讲吧 因为这毕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被称为感情线 如果感情线呢 这一条吧,每个人长短不一 基本上都有 如果说在这条线上有这个导文出现 什么叫导文呢 就是一个圈一个圈呢 很多人都有一些啊 或者说有这个 横文 导文的话就一个圈嘛 如果说有横文啊,这样的 当然也包括这种舍字文 就是穿插在其中呢 就不是看到去就不是那条平滑的一条曲线 而是也这种乱七八糟的穿插在其中啊 这一路都有 不管是怎么样的形式 如果存在这一些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是比较敏感的 内心很敏感 一句话 可能你自己的不小心可能就伤到他 你可能都没在意 我哪里得罪他呢 都不知道 很会想 敏感嘛 敏感的人很在意别人的 一点点这个 一个眼神了 一句话了 放在心里啊 反复琢磨 这个也不是说人为控制 他就控制不住啊 要去胡思乱想 敏感的人 很烦的 这是这一路啊 比如说这条线啊 都是有这种 或者导文啊 如果说两种都有 也算 还有啊 这个中子嘛 这下面叫土星嘛 土星丘呢 反正就不来写了 如果说在中子下方 还有条这样的一种线啊 环绕其中 这个圆 就好像被一条线环绕起来的啊 中子啊 土星丘这边吧 那这个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啊 因为这个能量流通不顺畅了啊 会加剧这种不平衡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纹路的出现 很明显啊 敏感啊 过度的想象啊 胡思乱想 晚上睡不着啊 反而来复去啊 不把事情搞 说的好 如果是运用的好 那没问题啊 能够啊 这个把事情解决啊 就是所谓的今天的事情 今日必啊 把这个事情做好 再去休息 那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啊 他不弄清楚啊 心里也睡不着 就这种啊 大概的一种情形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种了 那第二种的话呢 呃 是 都是这样的 一系列的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纹路了 呃 刚才也是啊 就是说明显的啊 如果都是这种纹路啊 一系列的啊 他会感觉一种挫败感 为什么叫挫败呢 就感觉到总是失败 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做事情 或者上课也好 学习 反正工作也好 做事情也不能集中 啊 往往还伴随着一种 一些偏头痛 啊 偏头痛 就偏 呃 就莫名其妙的 偏头痛吧 嗯 同时啊 这个 呃 这种心情啊 会给人 自身会感觉到 压抑啊 抑郁啊 他本身也就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最主要它是 啊 一系列的 啊 串插其中 这种比较少见的啊 如果有的话 那可能天生就带来的 并不是说后天 造成怎么样的啊 有的人可能是外部的一些事情的影响 因为工作啊 学习啊 情感啊 各种因素啊 可能 呃 会 形成 但是有的是天生的 就就有 哇 这种纹路吧 嗯 好 再看啊 另一种啊 呃 如果是这个 它有十字纹啊 就是在 还是在这个 中子下方 就土星球嘛 有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啊 但没那么夸张啊 就是有这种纹路出现啊 十字 十字纹 一般来讲啊 呃 他会感觉到一种沮丧啊 就是 莫名其妙 就是开心不起来啊 同时啊 呃 这个是字纹啊 同时这边有一些断裂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不断裂的也少见啊 我也没见过几个 就是这种 啊 文录当中啊 感情线呢 出现了断裂啊 断了一点 断了一点 那如果说这两者都出现了 啊 那么表示说这个 内心啊 非常的 有一点点的这个事情失败 都会让他难过伤心 很多天 内心的沮丧嘛 啊 那这是第三吧 第四种的话呢 大概是 这些吧 就是 倒生的 就是往下生的 倒生的啊 或者说是这样了啊 反正就是往下生的这种纹路 这些纹路 同时 又伴随着这个红点啊 有的人 就是在纹路上 有这个红点啊 那就写红色吧 红点的存在 就是内心的情绪很不稳定 甚至于说是绝望了 哎 那这种可能会患有一些 真的是属于刚才所说的什么抑郁啊 甚至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啊 这也需要及时就医了 红点啊 他不是说哎呀生下来啊 他可能这个的话是慢慢慢慢时间啊 人的成长会有 心情啊 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最后一种吧 大概是 就出 好像都一样 也是导文嘛 但这个纹路呢 会特别的这个大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 比较清晰 比较大的 刚才所说的 一系列是比较小的 如果说特别大 只有一个 那也算 就明显的一个啊 这种也会出现 同时呢 也包括 就是在土星下方 有这种 上次我讲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网格状嘛 也有 那这两者同时出现 那内心啊 就可能是过去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 是因为某一个事情 会引发的 什么 比如说一个决策 一个错误的决定 导致了这个事情 后面一系列的失败 然后人呢 一直 可以理解 沉浸的其中 总是感觉后悔啊 懊恼啊 不应该这么做啊 那么 一来过去啊 就很容易产生 一种负面的 会扩大 容易伴随的抑郁 焦虑啊 就出现了 所以啊 这一看啊 这一系列的 所说的这种情感 这个情绪方面的 都是与这个感情线 包括这个土星球 就是中子下方 这个土星球嘛 这块区域和这个感情线 这一块啊 导致的一些内心的一种 所谓 不安吧 或者说这一些心理的这种 亚裔啊 也都是与这两个部位有关系 因为这本身感情线嘛 同时土星球 又掌管 本身就代表这种悲伤的情绪啊 在这个十二戏 大致说一下吧 在这个新盘上 占星上来讲的话 土星就代表着一种苦难嘛 土星就是苦难 木星就是一种性命 土星就是苦难的意思 所以这两者就是苦难 伤心难过懊悔 沮丧 我之前 或者说我以前所说的 包括现在所讲的 就是占星和这个有点类似的 西方也是有相同之处的 当然我现在所讲的 当做个参考 是不是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文络 看看是自己是否符合 我所讲的一些情况 如果不符合那没问题 就当做 这个笑话听一下就好了 没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话呢 即使找人去咨询一下 排油解难嘛 好 就讲到这里吧 嗯 嗯 嗯